你的意思是 我对你很重要 小恒 你是不是为了我 把龙武军给了长公主 你知道了 这就是你的法子 对啊 今日不是谁也没提 赐婚的事情吗 渔福是多么重要的东西 你怎么就这么轻易地 给出去了 我不是说了 我有法子解决吗 你是指你找九月要的东西 你都知道了 那你还把渔福给出去 我猜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 你具体要的是什么东西 得赶紧想办法 把渔福拿回来 我可从未见过 你遇事这么慌张啊 这不是我的事 是你的事 你的意思是我对你很重要 小恒 小恒 好了好了 其实交出渔福只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 谁 我和圣上 到底怎么回事 这晚您的背后是承王 承王一直对皇位虎视眈眈 承王一日不倒 圣上中午安睡之日 这八年间 承王在北京履历掌宫 深得民心 如今北京孩童 不失圣上者众 而不失承王者寥寥 承王就是要这样建立威望 逐步树立自己鹦鹉爱鸣的好形象 便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 所以我和圣上 也下了一盘棋 你是不是疯了 竟敢要龙武军的渔夫交给长公主 淮香丝禁矿已经没了 李仲南在南方的盐铁生意 也已经被我们绞杀了大半 李仲南逐渐逝世 他很难再为承王找到新的敛财路子 陛下觉得承王还会等多久 承王势力已成 无论我们出何谋划 致命一击时 都有两败俱伤的可能 陛下已经信了我八年 请再信我一次 我一定用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胜利 那朕要怎么配合你 演一出信 怎么演 小横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过狠 沈亿荣秦旨赐婚的时候 陛下为何不拒 不就是个赐婚 你着什么急啊 陛下明知我心悦姜二娘子 这是治我运何地 他们俩的是闹得朝堂皆知 朕不想两家难堪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陛下心意已绝了吗 小横 朕却你收回自己的心意 臣告退 眼睛不错 摔的东西从你风露里扣 明天下不见